标榜穩赚不赔的一页式广告层出不穷 虽然在警方及各界倡导之下 还是有人会被骗上当 吉安相一名六七岁张细男子 他透过社群软体 陆续在两个月中分别汇出 还有面交282万元 一直到他想要取回投资所 赚了获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被骗了 警方获报后也赶快掌握案情 也四肢埋伏逮到了犯案车手 全案是依刑法诈欺罪移送侦办 年轻男子进到门来 准备领取高额保证金 但下一秒却被埋伏已久的原警 带个任着 标榜穩赚不赔的一页式广告 层出不穷 虽然在警方及各界的倡导下 却还是有人会被骗上当 吉安相就有一名六十七岁的张姓老翁 通过社群软体陆续在两个月中 分别汇出及面交282万元 直到想要取回投资所赚的获利时 所设下的陷阱 提醒民众如接获疑识诈骗资讯 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至附近派出所请求警方协助 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 循着诈骗集团指示 引导车手到张姓老翁家取款 而招待的黄姓男子表示 当时只是经上头要求过来拿钱 对于假投资疑识完全不知情 由于涉案事件明确 警方随即将男子逮捕 以法就办 现场查扣手机一胎 识别证一副 及公司收据一张 全案依刑法诈欺罪 移送正办 记者徐立青减详报导